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菜的田园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种懒原瓜 它种植很简单 不需要搭架子 而且生长速度惊人的 50天就开始有锅收获了 基本上每天都有收获的 非常高产 夏天还可以种两次 接上我这种烹饪方法 会很好吃的 到视频的最后还有个小惊喜 看完就知道了 这种懒原瓜就是西葫芦 也叫意大利瓜 种植过程按照以下几点做好 会收瓜收到手远的 更不要错过最后介绍的那种吃法 太鲜甜了 我在多伦多属于六区 所以它的种植时间 一般是在四月底 室内先一苗 或者到五月中下行 四位直播 不过直播的话 夜里的温度要稳定在10度以上 夏天六月底或者七月初 还可以种一次的 移栽时可以选在光照适中的地方 短日照有利于雌花分化 结过期也会早些的 但是长日照有利于它的金叶生长 在移栽它之前 我一般是用牛粪土或者羊粪土做底肥的 然后混上田园土就可以种了 因为它长大后需要的地方比较大 所以猪距最好有50厘米以上 如果种的过密 通风不好的话就容易得白粉病了 需要定期休闲老夜 种下后浇透水 然后让它慢慢的缓苗 在前期不用多浇水 反而能促进根系往下扎的 西葫芦做锅后就需要多浇水了 这样可以促进锅迅速膨胀的 西葫芦是持熟同质抑或植物的 需要靠蜜蜂或者其他昆虫授粉 但是如果你的菜园少蜜蜂的话 我建议要进行人工授粉 在上午摘取当日开放的熟花 也就是下面没有长有小锅的 就是熟花 把它的花关去掉 在植花柱上轻轻的涂抹就可以了 如果锅没有授粉好 就会发现锅容易化掉了 西葫芦吸肥力很强的 是肥时最好用蛋、磷、甲配合的复合肥 特别在开花结果期 西葫芦每栽收一到两个锅 就要追肥一次 通常长到20厘米长的嫩锅更好吃 但是它的锅生长速度快得惊人 有时晚了一天才栽就长大很多了 西葫芦是一个煮慢 同时长出多个锅的 所以我们必须及时采收 不然的话会影响后面的锅长不大了 今天收了三个锅 就用它们来做一道很好吃的美食吧 做美食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好帮手 脚肉机 这个脚肉机使用起来很简单 清洗也很容易 另一个促进我要购买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里的梅头肉 如果降价了 需要店员帮忙缴税的话 它们是按元价收费的 像这样一大块梅头肉 7磅左右 差价就是6块3了 长期顺下来也购买一个酒肉机 在街里可以把肉先洗干净才搅 在店里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然后把肉切开小块 不用切得很小 它都浓久碎的 它有三个不同大小的砖碗 一个是锅酥碗 一个是酒肉碗 一个是腐书碗 它们可以这样套瓦式的收纳 不占地方 太好了 这个碗的质量很好 查了一下 原来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 下面垫一块胶垫是防活的 这个刀片直接放在碗里的一个小轴上 固定一下 碗里有个标尺不能超过这个容量的 然后放进肉块 盖上盖子 放上主机 开关按钮就在上面 这里直接按着就开始酒肉了 手松开就停 刚才这些肉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就酒碎了 这个刀片也太锋利了吧 原来它是S型四刀片的 比二刀片的更有效力 我这么一大块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弄好了 可以用容器分开装好放冰箱冷冻 或者用干净的袋子分开每次使用的分量装好 接着我要继续做我的那道美食 现在就用到这个果酥碗 准备一条红萝卜切块 放进去后 七八秒的时间就久睡成这样了 非常细嫩 把适量的萝卜末放入到肉碎里 搅拌均匀 然后准备大蒜 这个酒肉机呢 还有剥蒜皮的功效 把刀片换成这个 然后把掰开的大蒜放进去 盖子是透明的 可以观察到里面情况如何 然后自由的控制搅拌的重度 蒜皮已经剥开了 挑选出来 洗干净 我准备把它们久睡虫蒜末 再换上刀片 也是几秒钟的时间就久睡了 真的非常快速 我准备把它们冷冻 可以用这种方格装好 或者用袋子装好 冰冻后切成小块 又好随时可以用 我把一些蒜末加入到我的肉碎里 同时到田园里摘些新鲜的葱苗 切成粒加进去 再加上调味料 再放进一个鸡蛋 然后搅拌均匀待用 现在来切西葫芦 先削皮 然后切成两厘米后的锅段 然后用小勺子挖出锅囊 再装到盆里 把准备好的碎药塞进锅段里 这样西葫芦炉 这样西葫芦炉就完成了 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放到蒸锅里蒸大约15分钟左右 美味的西葫芦炉酿要出炉了 这样荤芦炉搭配子吃 显得更健康 西葫芦炉还可以刨丝 加上之前剩下的胡萝卜末 加上鸡蛋 面粉 做成煎饼 就可以做早餐了 西葫芦炉的吃法有多种 希望大家到留言区分享 需要购买这个九肉鸡的朋友 现在官网做七月大促销 通过这个指购码购买 可以优惠15块的 我把链接放到说明区 大家可以点开看看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